好 我們繼續看139月151經 前面講到五種種子 來譬喻 我們要 斷煩惱的種子 看到 他說 假設這種 這五種可以生長的 就是這個樹木可以生長的五種方式 那麼它都有 而且 它還有它的圓 有土地 有水 那麼這些種子 這些樹木 它就會不斷地生長 那麼說 比丘比五種子者 辟取暈俱世 有種子 取暈 取暈 俱世 基本上就是無取 就是有取 世 主要是這個世 它是取暈 俱 俱就是它 只取 只取這個五韻的這個世 有取世 我們叫做 其實就叫做有取世 這就是五種子 就是煩惱的根本 這是五種子 煩惱生長廣大 基本上都是有取式 就是直取的 直取五蕴 这样的一个心 一般来讲取晕 基本上 他说地界者辟四四柱 那么四四柱基本上 就是色受想行 那么四个让一柱的 四四柱色受想行 举就是全部与有有 取四个 那么四四柱 四个四所柱的 所依柱的 那么四所依柱五蕴里面 是色受想行事 色受想行 这四个 四所依柱 就叫四四柱 那么这个行程五蕴 这样就行程五蕴 四四柱 好 所以前面的 他说 谁借着 辟贪喜 四取 攀缘四柱 这个四 贪爱 喜爱 这个四种 色受想行的 是攀缘 这个是攀缘 这个色受想行 贪喜爱喜 其实就是贪爱 那么他这里说 何等为是 于色中是柱 现在先解释 是是柱 于色中 这个要断出去 于色中是柱 其实就是 是于色中柱 直取 那这种柱 基本上我们说 喜爱 贪爱 懒卓柱 基本上是这样 喜贪论折 色 于色中 是柱 应该这样念比较顺 是于色中柱 那这种柱 那这种柱是 贪爱 比较强烈 懒卓 懒卓不舍 其实叫做柱 若生长增广 比丘 若离色受想行 事有来往 若去若助 若生者 彼但有严肃 这个其实就是 他只是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名词 名言而已 问以不知 真意生吃 以非尽皆故 就是说如果 那么有人不知道 那么你问他 那么他茫然不了 他反而生困扰 因为这个不是 他所知所见的 这样的一个经 我们之前有讲过 在哪里 我看一下 在 118月 我们看一下 118月 好 类似 你看 118月 118在这里 那么后面这里 一样 后面你说 这个 那就开始 后面这一段 几乎差不多一样 这个翻译的名词 有一点不一样而已 他对于 无我 无我所 生起恐慰 好 那 攀岩这个 摄岩寿 摄受想行 那么这里 差不多是一样 后面这一段 跟这里 差不多是一样的 好 好 我们再翻回来 让大家稍微对照看一下 这之前也有讲过 他说 因为他这个名词 有一点点 尖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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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涉界离滩 离他女 于色封至 一身夫断 一身夫 就是这个 那么直取 这应该是这样断 于色 那么封至 一身夫断 就是这个意思 直取这个色 那么你不再直取 基本上是这样 色受想行 是 执着色受想行 但是这个字 这个是不再直取 这个有取是 就是取色受想行 叫做有取 好 那么你不再直取色受想行 那其实是这样 不再攀岩 不再直取 那么 所以这个是 有取是 就不再 就不再增长 那重点在这个有取是 增长 广大 就是 由这里起烦恼 由这里起烦恼 那么这个烦恼造业 然后 这个论生 就烦恼论生 就不断 因为这样的因缘 那不断的这样的生死 就是不断的生死 增长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他这里讲 于色 这个是不于色 封制 那么叫做 于色封制 一身不断 是 有取是 不再直取这个色受想行 所以他说 这个 这个 本来他直取一色 依附一色 就是 色受想行 但是他讲色 然后后来讲 后面就会讲受想行 类似像这样 那当这个是不再直取 很简单 就是你的心不再直取 这个身体为我了 好 那么 这样的揽拙 这呼 一身呼 那么 即使就是你这个是揽拙 这个色受想行 那是四柱 那么这样断了 就不再揽拙了 也不再攀缘 攀缘和揽拙 那你先攀缘 那么揽拙 我爱我所爱 那攀缘断以四无助处 这个四不再有直取处 那么他既然不再直取 他就不会生长整管 跟那个种子一样 你没有给他泥土 没有给他水分 那么他就不再增长生长 那因为四揽拙色受想行 所以就五蕴赤胜 才有五蕴赤胜 不断不断的生长 像火一样不断 火再烧 有燃料他就烧 那他不断的生长 生长的机能很茂盛 有五蕴赤胜 那当四不再直取 色受想行的时候 他就 你就好像 你破坏他 或是不给他水 不给他泥土 他增长不了 其实是这样 所以受想行界 其实这是色受想行 这四个 前面讲色 后面就讲受想行 那四因为他是攀缘的 他是攀缘染卓柱的 攀缘基本上就是 一般我们讲攀缘就是 这个是攀缘这个 依这个根 攀缘这个臣 叫做攀缘 那他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经文字 比较麻烦一点点 他这里一般我们讲根臣寺 这是十八戒 这是十八戒 那这个臣 这个根 炎而平折身 这个色身香味处 这个都是色 如果讲色 如果讲色 这个都是色 攀缘 眼对色 耳对身 鼻对香 那么因为要有色 这个是眼色 色在眼睛对色的时候 攀缘 直取 这个叫眼色 攀缘 攀缘色 色包括这个都是 然后色之后 攀缘色之后 他就有所谓的受跟想 或是受在前面 或是想在前面 都没关系 就是 有受 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有种种想 那么有行 那么 那么 这些事 言得平折到生事 攀缘这个色 或是意 攀缘法成也有 色受想行 那么 这个是 这个是 那么 对于 对 对于 这个臣 那么 他直取了 那么 他又直取这个受想行 直取这个 然后 异对法也一样 但是他主要是在讲 色 受想行 这四个 攀缘这四个 这个是 攀缘这四个之后 那么攀缩 就是 我看了这件衣服上 我爱上了 那 我心里面一直放着 我一定要把它买回 类似像这样 那么 他攀缘 然后攀缩 那攀缩 我们家 爱有很多种层次 那么 喜欢 赞 攀缩 主 那么 基本上有很多种 一般我们讲四种或三种 或善爱 或是 或是 欢喜赞叹 懒卓助 基本上助是最后一个就是 助就是已经黏卓不放了 不舍 不舍 喜爱贪爱不舍 那个就是助 好 所以他这里讲 摄受想行 那么 他说 于这个 摄受想行 连着看 因为他先讲摄 后来讲受想行 那么说 不负 他攀缘断 事无助处 不负生长争管 受想行 戒 就是在这个受想行 那么 离贪 离贪 就不再贪爱 那 因为你不再贪爱 你就不会再攀缘 这个东西 就我们说嘛 这外面 外面有一张 一千块的钞票 你看见了 你心里面总会挂在心上 忽然间看清楚了 那是一张纸 你就不再看了 心里面从来不会再挂张 因为你 你如果外面一张一千块钞票 你觉得是一千块的 你会 他风在吹你就会 你就会跟着他跑 他吹到哪里去了 你就找不到哪里去 但是你后来发现 那是一张纸 你就不管他吹到哪里去了 你根本不在乎他吹到哪里去 那这个其实就是不再攀缘 因为你不再贪爱当晚 你就不再攀缘了 那么 于受想行 色受想行 离贪你 就于色受想行 因为他前面是受想行 色讲完了就讲受想行 然后后面应该就是 于受想行 风至一身断你 这一身孵 一身孵 就断你 那么于色受想行 风至一身孵断你 攀缘断 攀缘断你 彼是无所住 不复生长征管 那么 不生长故不作行 不作行就是 他就不去照做了 行 基本上就是照做 那么 一般我们讲 色受想行 的行 也是照 就是他要照做之前的那种施 施 就是我们讲 施一业 就你透过施心所之后 决定照做的业 比较是决定业 所以他这里就说 不作行 不作行以 住 住 这个住跟前面的住 就不一样 前面的住是懒着住 这里的住是不 因为他 其实住就是不改变的意思 就是一直 比如说他前面是 他前面也是住 他前面的住是懒着住 就是贪爱的心不舍 我们说住是不舍 欢喜 欢喜 赞叹懒着住 那这种心不舍 一直保持在那个状态 叫做住 那这里是他不再攀缘 而且他一直持续保持不攀缘的状态 所以这里是住 所以当你 当你不做行以 那么心就不在随静 那么 因为前面就是随着 直取那个静 直取那个受想行 那受想行是哪里来的 受想行是你的心攀缘这个静来的 跟成是何而生处 处去受想师 这受想行 受想行是由你的心攀缘境界来的 那你的心攀缘境界是由这个是 就 是在 是在 色身相畏触法上 直取 才有言耳鼻舌生意是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所以 当你的心攀缘在 你这个是心 这个是有取是的心 那么这个是心 攀缘在这个 色受想行的这个境界上的时候 那么 由这个色受想行 因为是本来是了别而已 但是 你由直取的心的了别 跟无直取的心的了别是不一样 佛土也有色受想行是 佛土眼睛 也能看到东西也能分别 谁是舍利佛 谁是目见人 谁是阿娜 他也有了别 他也能够知道 这个是能吃的 这个是不能吃的 这个是取眼金色 这个是竹林金色 他也能了别 但是他的事不是有取是 他是不直取的 那就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是 我们这个是 我们这个有取是 直取 这个色受想行 那我们从 12处18界来讲 就是六四 那么直取这个12处 但是主要在 直取这个色产生 六根对六成 那么四 一六根六成 就直取这个六根所见到的六成 四 直取六根所见到的六成 那么产生懒着爱惜 那这个有我爱的心 我见我爱的心 一我所见的 那么争抢我所爱的 那么这样的心不断的争抢 所以我们说爱 基本上 基本上有四种 大家还记得吗 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讲 自体爱 静界爱 自体爱 静界爱 那么这个自体爱本身 它有所谓的 由自身的 现身的 五蕴的 对五蕴的直取 以及对来生的 生命的直取 叫做后友爱 自身 即后友 那这个叫做后友爱 那么对自身的直取 我们就叫自体爱 又如果仔细分的话 现在的自身 对于现在现身的 现身的直取 那么又从自体爱 分出一个后友爱 那我们就讲自体爱 后友爱好 那基本上这个都叫后友爱 但是也可以叫自体爱 就自身的 现在自身的 现身的跟来生的 现在现身的跟来生的 来生的延续 生命的延续 现在生命的美好 跟来世生命的延续 那么这个静界爱 基本上就分成 喜滩俱行爱 比比喜乐爱 喜滩俱行爱是对于现有的 一样 对于现有境界的延续 这个是对于现有的自身 这个是对于未来美好 那这个是对于未有的 没有 但是享有的 所以 这个是对于现有的这些 境界的延续 这个是对于 你享有的 没有 但是你享有的境界的追求 所以这个是比比喜乐 那么通常就是 那你这个都是 这个一般我们来讲 就是所谓的 我爱 那我爱也是对于自己的我爱 其实由我建来的 发展到这个 就是一发展到 透过生活上 我们就是 这个我爱 我见我爱的心 那么 由我们感光面对境界 就直取这个境界 因为这些都是我所 我所爱 就是 就是颜耳饼舌身所见的色身相位处 六根六成所见的 那么就变成我所 那么再直取 那我所 我所爱又来滋润这个我爱 我爱又来巩固这个我见 那就我见我爱 就不断的巩固增长 增长增管 那么从这一生到下一生 从下一生又到下一生 就这样不断不断巡返 就好像种子 你不管是用种子的 用根 牵插的 用什么的 那么 它这个枝长 这个种子长大了 树长大了之后 结这个种子 它是用枝节的 这个枝节也可以变成种子 都可以 我们就用一般的种子 这个种子长大开芽 发芽长大之后 那么 又形成新的种子 新的种子 掉下来 又开始长大 又形成新的种子 那我们这个就是 我们这一棵树 就是从 就是每一个有情 都是一棵树来讲 我们这一棵树 就是前生的种子 前生成熟之后的种子 因为前生 也许我们做人 也许我们做什么 天上 不管 那么完了之后 成熟下来的 那么现在开始长 那这一生又开始长 长到成熟之后 那下一生的种子 又成熟又掉 类似像这样 就不断巡返网物 那这个中间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关键就是 尤其是 尤其是 那么怎么样 尤其是贪爱 懒着 那我们说 欢喜 赞叹懒着住 有没有 它有这四种 在阿安经里面 它形容 贪爱有很多种说法 那这个是比较多的 欢喜 赞叹懒着住 它有时候叫尖住 但是它通常都是写 欢喜赞叹懒着住 那有时候叫尖住 就形容 如果要两个两个 比较好背 那我们就习惯 欢喜赞叹懒着住 住就是不舍 欢喜赞叹懒着不舍 因为住其实就是 身住意面 有违法有身住意面 开始有没有 那么在开始有没有之前 保持 保持 保持就是住 相续保持 那我们说相续不舍 就是这种状态 一直维持贪爱的状态 基本上就叫做住 那他说断矣 不再攀缘矣 住 就是你不再攀缘 这种状态一直保持 那个也是住 他就是相续保持 那么没有 没有这种状态 没有改变 这种状态没有改变 那就是住 所以这个住常常用在 这个经典里面常常用 好 好我们上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说 因为 于这个色受想行 易生夫 断 这种懒着 易 对 这一讲色受想行的懒着 就叫做易生夫 就有取士 就有取士 那么 于色受想行 风至易生夫断矣 那这个风至 有些经典没有 翻译没有这个风至 那 其实他就是风拙 就是懒着 其他说是懒着 那 他说攀缘断 攀缘断 以鄙视无所住 不负生长增广 不生长故 不作行 不作行 以住 就住在这种不作行的状态 后 那么 知足 就是你 好 你对世间的这一些我所 你不再追求了 那你有就好 你不是一定要有到什么程度 那 所以他就知足 那 知足就是不再 你不再天天想 要看到什么 要听到什么 要闻到什么 要拥有什么 这些你没有 你心里面 不会直取这一些 但是你一旦直取的时候 你心里面想的就是这一些 没有的你一直想有 有的 你要更多更好 又挂练着 挂练着你已经有的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他说 助以知足 因为不攀缘的 攀缘 我们说就是六根对六成 那么 你攀缘 这个就叫攀缘 六根攀缘六成 摄攀缘 不是 摄缘 这个 这个是攀缘 这个眼所看到的摄 那么耳朵所看到的 耳朵所听到的声音 就是摄声香味出 跟眼耳鼻舌声 你攀缘了 那么就是你执取的 那么这样的执取 就会让你的心 一直在那个贪爱喜爱的状态下 那么所以他说 那么注意知主 你不攀缘后 相续的不攀缘 决定的不攀缘后 那么就知主 就不会再执取 不会再执取境界 那你所贪爱的境界 因为无所贪爱的 无所贪爱 贪爱的是那个境界 那你无所贪爱 那你就不会再执取 心就不会一直想着这件事 那么知主与解脱 就当你无所贪爱的时候 你就得解脱 就没有我爱我所爱 那么因为没有我见 没有那个有启示 解脱于一柱世间都无所取 无所走 一样 就是你射受 因为这个世间 你所能执取的 就是你感官所能 用接触到的 所以切法 基本上就是沿着 彼者真意 射身相会处防 那么从五印世间来讲 这个 你的事不再执取 射受想行 那么你就没有 这个世间就无所取了 因为你能执取的 不外乎就是射受想行 那这个射 这个射 基本上 就是感官所面对的境界 眼对射 耳对身 都是这样 六根对六层 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 他说 当你无所取 无所着 那么自觉涅槃 就是你不染着 这个世间的一根草 一根针 那么一件事 那你就 我们说 心无挂碍 无挂碍 故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你不直取了 你无挂碍 无挂碍 一旦有挂碍 你心里面就会有忧虑 比如说 你有一个女儿 你就会担心你的女儿 你没有女儿 你没有担心女儿的问题 你有一个儿子 你就会担心你的儿子 假设你的家 再比如说 你在加州有一个家 那现在听说 加州发射枪击 你就会担心 我女儿有没有怎么样 就赶快打去问问 那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日本 有一个儿子 他在听说日本发生地震 你就紧张了 你就开始 一定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当你有所直取的时候 那个地方产生变化 或是没有产生变化 很久都没有打电话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就赶快打电话问问看看 最近怎么样 那么一定是这种东西 就是他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直取 那么我们在世间有很多直取 那当你对这个世间 一无所持 一无所取的时候 你心里面没有挂爱啊 那没有挂爱你就不会产生 心里面会害怕 他是不是最近过得好不好啊 那一旦有事的时候 他有没有事啊 类似像这样 那么比如说你有一个医生朋友 叫做陈什么陈什么 忽然间 新闻说有一个什么陈医师 被 被枪杀了 这个陈医师 这不是我认识那个陈医师 他在紧张了 那么这个是很自然的状态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 要看你 有些人直取的比较多 直取的比较多的话 就比较容易 常常都会生起忧虑 那一样 你有十个儿子 那么这十个儿子 你至少会执着八九个 或是十个都执着 那孙子也一样 但是你有没有可能 有不执着呢 可以 那么一般我们叫做 关心不担心 也有可能 那大概功务要很高 功务要很高 那一般来讲 他都有那种 我爱我所爱 的直取 那像佛陀 你说佛陀会不会执着他的父母 还没 还没成佛以前 会 成佛之后 不会 因为佛陀 佛陀就 之前也有讲过 佛陀就 禅修的时候 应该还没讲到 禅修的时候 他在想 我的心 常常都在执着什么 过去 因为现在未来 因为他现在出家了 未来他也不执着了 他执着的就是 如果有他就是想得解脱而已 这个心而已 那现在他对这个 现在他善意一波 过出家的生活 但现在这个没有什么执着 所以他有的直取 基本上是过去 他的爸爸啦 他的妈妈啦 怎样怎样 那些像怎样 过去生活他这些堂兄弟 都会想到这一些 我们 有时候叫做 禅修的时候会有 欲想会想害想 清理国土不死嘛 就这些 这些想法嘛 就是 就是 会想到 我们过去 怎样怎样 通常都会这样 那你的心 直取得越重 那种揽着力就越强 但是你稍微想到 你不挂爱 那有时候你一想到 你就很挂爱 那么 这样的 一般来讲就表示 你的直取心比较强 我见我爱比较重 所以他这里讲 于智世间都无所取无所着 无所着无所取 就是无所取无所着 自觉涅槃 心里面就极净 自己知道内心极净 就是没有烦恼 涅槃是一种没有烦恼的境界 那么 不是死了才涅槃 活着就涅槃 死后的涅槃 叫做无与涅槃 那么你 你现身你就没有烦恼 因为你没有直取 有直取才有烦恼 那么我生已尽 犯罪与利所作与作 自知不受厚勇 那么 之后这个是 重点在这个攀缘是 这个有取是 那这个是本来要攀缘色受想行的 本来都是攀缘色受想行的 叫做是是住 就是 是依色受想行而住 叫做是 是住 是 这个是 这个有取是 依色受想行 而住 那么 那你说 他不在攀缘色受想行 受想行从哪里来 受想行就是这个身心 静 就是这个身跟心 产生 四攀缘身跟心 了别这个身跟心之后 产生的感受 那种种的想法 那种种的 意志决定 那这一些 那么 就是心所 产生的种种 种种的作用 那当他不在攀缘的时候 那这个是 不在攀缘的时候想行 而且涅槃之后 那是去哪里了 因为 吴予涅槃的时候 那么 那时候 那这个是去哪里了 那佛陀还没 就是还没露灭以前 他的事依然有作用 为什么 但是他不再是直取的事 不再是直取的事 但是他依然能够了别 事事了别 他依然能够知道 但是涅槃了之后 那佛陀就 这一生完了之后 那他的事去哪里 他说 我说彼事 不置东西南北 事为上下 无守自去 如果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决定的 或是还有一个事 去哪里去哪里 那就不叫做涅槃 那就不叫做涅槃 那所以 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那我们来对照说 人死之后 有一个阿拉野士 那么这阿拉野士会 一般来说 有一个阿拉野士 那么 就是 会直取 就是这个阿拉野士会再投胎 那个是凡夫 凡夫这个事 因为他还有所直取啊 所以他这个事 尤其是还会在攀远新的什么 新的色寿相形 还会直取 还会有一个武运 所以他还会在攀远 但是 但是 如果证了阿罗汉之后 那个事 就不再攀远了 那么从为事来讲 他叫做转世成智 他叫做转世成智 就没有事去哪里的问题 也没有事存在不存在的问题 大概就这样 所以他说 我说彼事 这个是涅槃后的状态 不自东西南北 四围上下 就是十方 没有往任何一个地方去 那么 而且他如果他这样讲 他说唯建法欲入涅槃 这个是还没入无与涅槃的时候 那么他的事 这个事他还存在 但是他不是有取事 这个有取事已经不见了 就是他 他这个事不在直取境界 但是他直取什么呢 他没有直取什么 为建法欲入涅槃 他就是这种状态 极灭清凉清净真实 就是在形容涅槃 涅槃的殊胜 极灭清凉清净真实 没有热闹 没有烦恼 佛说此经以诸比丘 闻佛所说欢喜 奉行 这个是一百五十一经 用五种种子 来辟育 这个是 其实就是五蕴 那么 或是五种 五种让你生长增广 那这个种子就不断的 依这个土 依这个水 依这个因缘 不断的这个生长 那我们的烦恼也是依境界 依身心依境界 身心境界不断的增长 好来看一百五十二经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齐远金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这里讲到风字 这里 又都用这个风字 那 风字 好 我们先来看 他说风字者 什么是风字 就是 你直取 而没有解脱的状态 那前面已经有说到 这个风字其实就是攀缘 那么懒卓 他说不风字则解脱 风字则不解脱 不风字则解脱 那么有些不写风字 写风着 就是如果你看到风筹 那么就是他翻译成 有时候叫风字 有时候叫风筹 翻译不一样 就是懒卓 好 好 那么这个爱懒卓 我爱懒卓 好 那么他说 后面这个151经跟152经跟151经 就是把151经这一段前面封字 于色寿小型封字这个再拿出来讲 他说这个比丘 云而封字不解脱 封字者不解脱 不封字者就解脱 比丘 攀缘是取因是住 那么就是是攀缘是取因住 就是这个是住在攀缘是取因 就是他的境界 他一直相续不舍的攀缘 这个色寿小型的这些境界 那么所以 所以叫做攀缘是取因是住 那我们就把这个是住 放到前面来就比较清楚 是这个是就是有取是 住就是不舍相续不舍的攀缘色寿小型 那这个叫做是取因 那这个叫做是取因 那五取因 那是不算就是四取因 或是五取因 因运 有时候这个五运五因五重 那么就是翻译的不一样 好 云而为四 就是色寿小型 就是这四个 那么后面就省略了 乃至非境界 就前面这一段文 一样的 都一样 那非其境界 那么他的直取 他直取有这个我 那实际上这个我 不是真的有一个我 我们所直取的境界不是真实的 我们所直取的色寿小型 不是 是所直取的色寿小型 不是真实的 因为不是真实的 所以他才说 但有 就是但有严肃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语言名词而已 不是真实有 真实有不变的我 其实是这样 那但是你如果问他 因为他没有那种境界 他没有办法 他怎么会没有呢 这个不是就是我吗 他反而会生疑惑 那反而会生困扰 其实因为他没有那种境界 他没有那种观念 没有那种境界 那所有的众生 从生下来就指我为死 指我为有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一般人就是这样的状态 不断地揽着 以自我为中心 然后不断向外扩大 揽着我所见到 我所听到 这些种种的境界 就六根对六成 那么由这样的揽着 就不断地增长我 增长我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说乃至非境界 前面这一段又搬过来讲 那中间省略就乃至 乃至就是争议生疑这一段 旁边这一段 是故名封至故不解脱 云人而不封至解脱 于色界离贪 受想行界离贪 就不贪爱 懒卓 乃至 这中间也是省略 清凉 真实 那么他后面是 极灭清凉清净真实 但是他就简单写 四个又简单写成两个 就清凉真实 但来自后面他是 极灭清凉清净真实 基本上是这样 四则二不封至则解脱 那这个一个经文 比较复杂一点点 但是也还好 就是我们看这个文 会比较复杂一点点 主要是翻译的问题 这个如果给纠摩罗斯来翻 应该不知道怎么翻 他应该翻起来 我们念起来会比较顺 会比较顺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其实就是我见我爱而已 153经 那么这个是讲 这个讲得多了 那么基本上就是 即灭未换礼 然后他讲得比较细 好 他说 有这么一个时候 佛在奇缘尽射 这个时候 世尊告比丘 有五受阴 是受阴 受想行是受阴 受受阴 受受阴 想受阴 行受阴 似受阴 这个叫五受阴 那么 我于此五受阴 五种如时之 就是一般佛法强调 如时之 如时见 就如其事实 而知而见 那么摄 那么摄如时之 摄疾 摄畏 摄患摄灵 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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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一样 摄受想行是后面有所谓的 如时之 然后 如时之摄 如时之摄疾 如时之摄疾 如时之摄灵 如时之摄万 摄灵 它这里是极未患灵 那有时候会讲极灭未患灵 那 前面有极灭未患灵 应该在哪里 我看一下 12月 好 在 38经 我看第几页 38经是 第几页 九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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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九十月 极灭未患灵 那这个是极未患灵 那这个是极未患灵 九十月 好 你看 我们来先看38经 这个摄灵 在 在 七舍绝山 灵鳅山 那有一个是 那 那 这个是摄灵佛 这个是摄灵佛 跟苏儒纳说的 好 我们再换回来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极灭未患灵 五蕴的极灭未患灵 那这里只讲到极未患灵 如十之极未患灵 好 那我们一个来看 那 他说 他就解释 那什么叫做 云和色如十之 先知道这个摄 五蕴里面先知道这个摄 他基本上就是如十之这个摄 摄想行事 应该这么说 那先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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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